從上海開始 一直到福建 到廣東 全部封鎖 不是下餃子 下了好幾百個餃子嗎 你只要出海 試試看 它就可以發動 這一次的俄乌戰場上 讓全世界看到 所以你看看泰國為什麼要退貨 阿根廷要退貨 對 阿聯酋也要退貨 因為你的戰力 因為未來的戰力的計算 意思說光是量 值很重要 董事長 這兩天不斷提醒我們講說 美飛軍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看點 在哪裡 亞米島 也就是距離台灣 距離我們的蘭嶼只有98公里 離我們的俄蘭嶼只有141公里 離台灣最近的 最近這個島嶼 它有一個C13洞降落 C13洞降落了以後 它居然 剛剛講的 它是用新型的飛彈 用海馬式火箭彈來承載 它可以涵蓋到1600公里 也就是我如果在亞米島降落的話 從上海到整個廣東 全部都在我的射程範圍內 對 現在更可怕的是 它現在這個海馬式火箭彈 它的整個操控 已經變成是無人的了 現在這個射程的增加 已經不是用海馬式是它的平台 那它的這個所謂的新式的PRSM 已經是比較比ATACM更進一步的 PRSM 所以我剛剛提到 它現在目前 目前謠傳 是有1600公里的射程 最新的陸軍戰術飛彈 對 但是1600公里 那個多可怕 它等於說 從上海開始 周邊一直到福建 到廣東 全部封鎖 所以被第一導電全面封鎖 而且我們剛剛講 它這個彈有多可怕 因為它這個導彈前面 它是可以裝載不同的導彈頭 它如果用所謂的極速彈 這次在俄武戰場上面 就是針對一個軍團 總共116個人用極速彈 全部摧毀 無一性滅 那個是打固定目標 對 可是在台海作戰的話 可能不是固定目標 可能是打移動目標 比如它的海軍 如果它不是下角子 就下了好幾百個角子 對 你只要出海 試試看它就可以發動 所以它這個 因為我們對兩岸的這個 台海的作戰開始的第一個動作 都判斷它可能會用海軍來封鎖 或是說最後有登陸的動作 對 那這個時候來講的話 解放軍的海軍 跟所謂的登陸部隊 是最為脆弱的這個時候 所以它在 為什麼它要在旅宋島的附近 安排這種遠程的攻擊火力的話 而且剛剛提到 已經到無人化的程度的話 這個當然沒得打了嘛 所以你原來中共最感到驕傲的就是說 它的A2AD 可以封鎖西太平洋 到整個全面性的 從日本的所有美軍 讓日本 讓駐守日本的美軍 無法出海嘛 對 我覺得航空母艦根本不用來了嘛 就在三四年前 美軍的海軍陸戰隊 早就發展出來的 所謂的濱海作戰團 對 那濱海作戰團已經發展到 協同無人化的海馬斯的這種 遠距的攻擊能力了嘛 那這個根本 所以等於說破解了它的 A2AD的問題嘛 那時候我們一直認為說 它是用海進陸戰隊 然後用快速的 用這種臨時的作戰能力嘛 現在它完全變成 用AI的計算 用鎖定 一大堆新的東西 它根本就是打帶跑 你抓都抓不到它 另外朝鮮日報今天也在嘲諷中國說 你習近平現在都出面 自己出來賣武器 結果沒有想 你賣給泰國的 你賣給阿根廷的 你賣給這些國家的 居然全部踢到鐵板 而且中國的軍武市場萎縮 也太嚴重了吧 賣武器這件事情 我們台灣有兩種 一個叫商購 一個叫軍售 但是這是採購的方法 但不管哪種採購方法 後面都有一個基本原則 叫什麼原則 叫做盟軍 就是要有外交關係 或是準外交關係 否則的話 你武器不能亂賣啊 因為賣完之後 你的長期 因為你要長期的 後續的資源 對 加起來可能有二十年 三十年 備品要這麼多次 就是你的後期的 後期的後勤的 作戰能力嘛 那所以這不是一個 很簡單的小事情 那中國的 他的兵工生產能力 大概全球第一名 他什麼砲彈都會做 什麼東西都用逆向工程 全部都能夠招牌出來 他當時在美軍 在幫他忙的時候 因為又為了要對付這個 對付這個蘇聯的時候 也得到很多美軍的幫忙 美軍教他的 美軍提供他一些基礎 一些技術 所以因為美軍 在提供技術的同時 他在歐洲也可以得到 技術來源 因為很多友軍就幫忙 包括以色列等等 都賣了很多東西 開始就賣給了解放軍 解放軍就通通開始 Copy出來 但是Copy結果 有兩項他無法突破的 第一個就是發動機 發動機到現在為止 他沒有辦法突破 發動機他做不出來 對 所以一定你剛剛提到 泰國的潛艦 要去跟德國買發動機 可是他裝備能力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啊 他有能力設計 能力裝備 可是一些key components 關鍵的零組件 做不到 這是最麻煩的地方在這裡 所以發動機是一個東西 第二個就是精密製導零件 現在全面被美國封鎖掉 半導體 全部沒有了 他不能精準化了 他沒有辦法控制 可是美軍已經完全做到 他現在已經做AI化的程度 所以這個差距 拉得很大 第三個更重要的是實戰化 這一次在俄烏戰場被檢驗 當你面對到西方的戰力的第二 要淘汰掉的第二 比如說老舊的裝備 你都沒有辦法戰勝 因為所有美國 日本 包括歐洲的這個部隊 借的俄烏戰場這一次 大量的把他的武器換代 全部提供給烏克蘭 去對付俄羅斯的一些傳統的武器 所以這個時候來講的話 借這個機會又來了一個 新的換代的開始 這差距是在拉開的 所以很多現在 現在德國現在買了好幾個 中隊的F-35 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因此這一次的俄烏戰場上 讓全世界看到說 你中國的裝備不能用 所以你看到泰國為什麼要退貨 阿根廷要退貨 對 就是很明顯的是 大烏地阿拉伯一半 阿聯酋也要退貨 因為你的戰力 因為未來的戰力的計算 不是說光是量 值很重要 因為那個差距是在說 可能一秒兩秒鐘之間 我先達到你 對 所以這個是這些 主要的銷售的特點 目前來講的話 如果進入所謂的精密製造的年代 或AI化的時代的話 解放軍其實是 這方面有很大的缺失 好 雨萱 之前我們有一個博勝專案 我們剛才講 我們花了很多的錢 去做了Link 16 他說現在我們要再花550億 再去提升 提升到Link 20 不就都Link嗎 有這麼嚴重嗎 那Link 16要提升到22 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咧 如果說今天中國會出兵 今天中國解放軍會動手 他的首要標的第一個對象 當然是台灣嘛 但是現在出現一個大問題 以前我們的Link 16 它能夠連結很多的系統 但偏偏你知道不能連結什麼嗎 除了美規以外的裝備都不能連結 那這樣出的大問題阿 那日規能不能連結 不能阿 那菲律賓能不能連結 難道我們一直在講第一島鏈重臣賀阻 包括我們講了這麼多的系統 會不會最後 所以說我們從Link 16到Link 22 我可以跟日本 菲律賓澳洲 甚至像法國這些北約組織 進行通聯 對所以我們講 今天包括你講長城打擊也好 遠城打擊也好 或者是說他有辦法 針對大陸A2AD這個標的進行攻擊 但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先決要件阿 你要能夠聯合作戰阿 所以今天這個Link 16到Link 22 它最大的差別在於 第一它不只限制於美規 只要是屬於印太 因為它原本是參照NATO 就是說北約組織移植過來這個系統 北約就已經在使用了 而它未來啟動的時候 它會產生什麼狀況 比如說我們台灣是不是有 樂山雷達戰 樂山雷達戰啟用之後 它的訊息可以同時提供給誰 提供給美國 提供給日本 提供給菲律賓 換言之才能夠真正造成 所謂的第一條鏈 大家可以共同協防 資訊協同作戰 日語宣釋有差別在哪裡 還有第二個差別 以前的Link 16它有 很大的一個毛病跟問題 它需要中繼站 換言之我今天這個 做一個通訊連結 但我需要一個第二中繼站 我需要一個第三中繼站 那一旦中間的中繼站被摧毀之後 我就沒有辦法徹底的協同 但是未來的22 為什麼台灣要砸甚至上百億元 去跟美國採購這個裝備 理由很簡單 因為一旦進化之後 第一 我不需要任何的衛星做導引 各位不需要衛星喔 再第二 我所有的國家 包括類似我們像北約講的 在整個印太地區 通通可以做系統 所以我今天一架F-16 飛過去 我F-16看到解放軍 這個航艦出動了 寶傑哥他可以做什麼動作 我可以利用臨近最親近的島嶼 或者說他有部署飛彈系統的 對他直接進行打擊進行攻擊 不一定要我本人出手啊 我們大家都跟我們看得到 最近的這個LINK-16系統 未來即將要砸7500萬美金 去把它提升到LINK-22 所以寶傑哥這全部都是一以貫之的 主要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就是透過所謂的第一島鏈 能夠徹底的突破中國大陸的封鎖 能夠徹底的完成反制的任務 所以寶傑哥你知道最近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說我們剛剛一直在講到 他每飛這個肩並肩的這種軍演對不對 但肩並肩軍演當中 他們有想定一件事情 大家一定沒想到 不是我們講的提風飛彈 也不是我們講的這種大型的目標 大權標的 你知道他們最畏懼最害怕的是什麼嗎 大江五人機 所以他們甚至有一個畫面很有趣喔 就是你看到這個左下角的 這是美國人 美國的這種軍方 他拿著手上有沒有仔細注意到 研究大江五人機 這個就是大江五人機的實體 而且你仔細看他後面的背板 後面的背板是一整群的風群 所以他是在跟菲律賓人講說 在烏俄戰爭當中 我們已經驗證到了 包括大江五人機 他的效力有多好 未來如果我們面對這種風群打擊 我們該要如何因應 那美國為什麼會在跟菲律賓講這些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恐懼 因為最主要的是 因為他們在烏俄戰爭當中 驗證無人機的失敗 因為美國提供了大量的這種 AI初創公司 很多各式各樣的無人機 提供到烏克蘭去 結果發現一個問題 第一 有夠貴的 因為烏克蘭一年要花幾架無人機 你知道嗎 至少一萬架 他折損掉一萬架無人機 你要貴鬆鬆的 有夠好的產品 我們根本就沒效用 再第二件事情 因為決定無人機的廠商是誰 都是由美國軍方國防部做主導 所以往往他們提供到無人機 到現場的時候會出現一個狀況 水土不合 就是烏克蘭要的根本不是這一款 但美國提供這一款 所以保利哥你知道最後 離譜到什麼程度嗎 他們竟然烏克蘭的軍方 大量的採購好幾千架的 大漿無人機 烏克蘭買大漿無人機 便宜好用 就吃幾百塊而已 幾千塊而已 壞了就壞了 掉了就掉了 包括你看 美國唯一驗證一個成功的案例 他們說我們為了要推一個 複製器計劃 理由很簡單 他的目標就是說彈簧刀六百 為什麼 便宜好用 而且自殺性攻擊 具有摧毀性 所以無人機這個標的 它變成是一個很顯而易見 一個不對稱作戰的目標 而美國未來所謂的複製器計劃 也打算在整個我們講的第一島鏈 以及我們講的整個環太平洋區域 發動以及生產數以千架的無人機 努力的要追上中國大陸的數量跟速度 難怪要在台灣要求台灣生產無人機 也只有台灣的生產 可以把價格壓低 把產量拉到 對沒有錯 因為現在無人機已經推翻過去大家的設想 的確你可以講AI 它有一些自動導引的功能 但是它最主要的目的在於什麼 比如說我們在講這一次 就是美飛他們演練好了 他們摧毀的標的是誰 不是航空母艦 也不是什麼戰艦 是漁船 也就是以小博大 比如說我如何阻斷你的後勤補給 而我的豪華戰艦 我的重型標的 當面對你大陸無人機來犯的時候 我有沒有相對應的數量 否則難不成你要拿戰斧飛彈 你要拿標6 你要拿愛國者 去打一台500塊的無人機嗎 當然不可能 所以這很顯而易見 是未來戰爭的一個趨勢跟方向 是喔 中國以前想要變什麼 軍工大國 它向全世界 蕭龍戰機 然後呢 它的這個紅旗9號 不但相對 我天上飛的水裡面游的 包括我的長城的火箭彈 我都可以生戰 可是沒有想到 竟然一個二五戰爭 還有它最近 它的銷售量居然被腰斬 而且最近碰到三個釘子 它要賣潛艦 它要賣蕭龍 它要賣多關火箭彈 全部被退貨了 而且這個解放軍的武器 到底怎麼樣來說 我們從國際市場的反應 非常非常清楚 在2019年之前的時候 你看它的市占率 當時全世界第一是美國對不對 可是這樣 時到今天為止完全不一樣 美國還是第一沒有錯 法國已經來到第二 俄羅斯還是蠻高 可是那中國已經掉到5.8 它不是說 我下戰艦巷下餃子嗎 不是現在我搞了一個福建號嗎 我的福建號是繼福特號之後 我是電磁彈射的 我在所有的軍工產業上 都是突飛猛進 但是我還進到了太空軍 可是它在全世界的軍武市場上面 卻是節節敗退 而且它現在擁有的5.8% 還是大部分是它的鐵改兄弟 沒錯 巴基斯坦買的 而且最尷尬是什麼呢 因為習近平上任之後 他就希望說把中國的軍武往外推銷 所以其實很多軍武的推銷的時候是 習近平自己去的喔 他這個跟人家敲定之後 他還說來了 你買了之後呢 我還給你什麼優惠貸款 什麼都給你 結果沒想到 人家還不買 還給你退貨 而且他事實上說 被退貨了 中國目前為止來說 他就說什麼 我無人機世界產量第一 可是他無人機呢 寶傑他現在輸給土耳其跟韓國啊 另外他說我紅旗酒非常厲害對不對 結果他也是輸給韓國 另外說潛水艇他也賣也輸了 然後飛機也賣 什麼賣都賣給 都賣輸了 最近有三筆訂單 三筆訂單裡面來說的 第一個 泰國原本要採買S-26T的這個潛艦 最後呢法國決定取消 第二個是什麼 原本阿根廷 阿根廷之前前總統跟中國非常好啊 他們買12架這個消龍17的戰鬥機 結果最後呢 他們寧可去買二手的F-16 然後讓中國最丟 而且都是退貨 對 而且讓中國最丟臉最丟臉 連他們網路上都炸過的是什麼 因為今年年初的時候 沙特阿拉伯連這個大公司就說 我們要採買這個防空系統 他說我們有兩個 而且他說我們公開展示兩個 讓這韓國的系統天舞系統 跟中國的系統兩個互相的比喔 然後比的時候你知道 阿根最尷尬的是什麼 明明這中國的火箭可以射300公里 那韓國的只能射100多公里 但是他們只有選了韓國的系統 為什麼 因為韓國的他們覺得比較好用 比較穩定 對 所以事實上對中國來說 真的是尷尬連連的一個局面 連朝鮮日報都講 對K就對Korea 對韓國的軍隊軍工 連三敗 他說即使習近平出面 中國的軍工一樣搞砸了 尷尬是 他很多的對手 都是被南韓搶單的 我們現在一個一個講 原本中國是說 我們的這個柴油潛艦可以出口了 他將泰國出入的三個 這個S26T的 原級的這個柴油潛艦 原級潛艦 對 那潛艦出的時候 原本的這個泰國真的是很想買 但是因為後來卡在什麼地方 因為這個潛艦的引擎 是德國做的 那德國就說 我們沒辦法出給你這個潛艦的這個潛艇 那就麻煩你用別的吧 那中國就跟泰國說 那這樣我們有中國的引擎 也很好用 我們自己也在用 結果被想到泰國就寧可不要 當然不要 對 他就說不要 我們這個約就取消了 我想買你的潛艦 我要德國的引擎 我幹嘛要中國引擎 對 所以就取消了 所以中國做潛艦 對 引擎是德國的 對 好的是德國的 那你用自己的引擎 打給他 我不要了 好 這是第一個 好 第二個是戰機 戰機來說 因為他們有這個 所謂的蕭龍時期 這是輕型戰鬥機 那輕型戰鬥機來說 他們用了非常多功夫 而且說我們性能非常好 結果被想到他們當時 跟這個費南得知 就是前總統 然後給他 而且他說我們賣給你比較便宜 便宜我們給你融資 因為阿根廷沒有錢 我給你很低廉的價格 還有很融資 就跟你說沒有問題 你買吧 結果阿根廷說要買 34架的蕭龍時期 結果被想到後來呢 這個案子一直沒有辦法出 阿根廷一直沒有答應 為什麼 因為這個時候 有另外一個國家 登門拜訪了 這是什麼 丹麥 丹麥就跟他說 這樣子了 我們現在美國說 他們這個F16要賣 那看你要不要買 F16就說我們這個二手 就全部打包賣給你 看你要不要 那其實這是美國 希望說搞砸你嘛 對不對 所以根本是美國在打嘛 對 美國希望搞砸你 結果後來最後 所以他看到說 你已經跟這個所謂的阿根廷 已經簽約了 對 你已經要買他的蕭龍戰機了 他馬上就同意說 二手的F16 對 可以打包賣給阿根廷 對 那你F16跟蕭龍時期 你選哪一個 阿根廷毫無意外 就選擇了F16 最後這就是簽約典禮 簽約典禮來說 你看他們用什麼 用這個約24架的F16 以3億美金就轉給了阿根廷 所以阿根廷馬上就 毫不客氣的 就接受了這個F16的這個戰鬥機 二手的這個戰鬥機 他們後來展示了這個畫面 就是這樣子 好 那第三個是什麼 就多管火箭嘛 我們事實上這個 真的對中國來說 真的是丟臉到家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阿拉伯聯合當中 就說 我們要防止這個伊朗 對我們的空襲 他們就說這樣子好了 我們來中國有這個 這個裡面的多管火箭對不對 你搭配這個火龍300的這個飛彈 火龍300是300公里的這個飛彈喔 那另外一個 阿聯酋最後買的是 射成180公里的 韓國的鐵舞系統搭載的 KTSSM的戰術導彈 所以中國媒體是一呼錯愕 我們可以射300 人家才射180 照理說我們的比較好 而且我們的價格也沒有比它貴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而且更糗的是什麼 因為他們是公開在那邊 兩邊在那邊設 所以這是阿拉伯聯合當中 是讓你們兩個比武 比武之後呢 他們寧可選韓國 你就知道說 他們到底看到了什麼 看到了什麼 然後就寧可選這個 所以找你阿拉伯的這個決定來說 阿拉伯聯合當中的決定 就告訴你 他們看到了這個狀況是 韓國的真的比中國的要好 所以事實上講說 錢是不會騙人的 如果你現在怎麼吹噓說 你的軍武多麼厲害 可是你丟在軍武市場上面 那是一翻兩代演的 大家都很清楚 你的這個戰鬥力 到底怎麼樣 我們就講 他目前的施政力 不是掉到5%左右嗎 5.4% 他60%的武器 保潔那賣到單一國家 那就是巴基斯坦 但是現在呢 巴基斯坦呢 倒楣死了 為什麼倒楣死了 第一個 他們跟他買這個紅旗9 還有這個紅旗16的 這個防空系統 就買這個防空系統之後 你知道他們怎麼樣嗎 他們知道 他們居然發現到說 我們要防空都防不了 這最近發生非常多事 最近的事情 對 像2019年的時候 這個印度空軍 有兩架這個飛機 飛到巴基斯坦境內 他去轟炸 穆罕默德軍的這個訓練基地 就轟炸了之後呢 他們又回去了 那請問 那時候這個 巴基斯坦內部就在罵 我們不是買紅旗9嗎 還有紅旗16嗎 為什麼毫無反應 沒看到 沒有反應 進來攻擊了就走了 然後另外第二個是什麼呢 這個印度不是有 布斯拉拉末斯的飛彈嗎 他們因為類似我們之前熊山霧射這樣 他們就射到巴基斯坦境內 就剩下訓練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 欸 巴基斯坦 他們的印度飛彈 他們的巴基斯坦飛彈沒有攔截 也沒有反應 那它直接就掉進來了 然後最近還有一個更誇張的就是 我們在伊朗最近的 不是這個 這個革命軍隊發射飛彈還有無人機 因為目前為止 在巴基斯坦有一個 逼之入省的恐怖組織 攻擊這個伊朗的嘛 好 結果沒想到它發射飛彈 無人機一大堆過去了 伊朗去攻擊巴基斯坦 對 一大堆過去了 結果沒想到後來呢 全部都攻擊到了 而且攻擊到的時候 他們還是沒有任何反應 還是沒反應 所以現在他們就說什麼 欸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我們可能考慮了 把你們那個 他們就說什麼 巴基斯坦買了非常多 但是這些防空武器來說 都是中國製 沒辦法確保 巴基斯坦的 空域的這個安全 欸 當時中國在賣給巴基斯坦的時候 講說 我的紅旗16是一個 中進程的防空飛彈 我可以在較常區內 我可以追蹤 我可以摧毀 而且我是追蹤摧毀 不同目標 結果 當你真的進來了以後 你什麼都打不到 對 沒錯 事實上這個紅旗9 是可以鎖定各個飛機 還有巡逸飛彈 那這個後來的 紅旗16就說 我們還可以追蹤 這個不同的空中目標 可以鎖定非常多 包括飛機 巡逸飛彈還有無人機 結果沒想到 完全沒有 好 那除了 不只是這個空中沒有用之外 你看 他們買什麼 他們買運巴 運巴 對 運巴 對 運巴 運巴就是他們所謂 空中預警機 結果空中預警機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他們說什麼 我們準備了 要重新檢討我們的空防戰略 因為買了之後 不能用嗎 發現它的雷達 好像效果不佳 性能不佳 另外還有什麼 他們買這個F-22的護衛艦 這個更誇張 他們買了之後 發現到說 這裡面來說 你在海上作戰的時候 要有大功力的雷達 結果發現到 他們大功力的雷達 常常出現問題 而且鎖定的時候 不知道上面是什麼樣的畫面 這個就是中國的F-22的護衛艦 對 看不到別人 對 看不到別人 雷達常常出問題 然後後來發現什麼 他們的發動機 什麼軸軸箱 還有衝套速度 退化非常嚴重 就是發動機 沒多久就不能夠用了 所以等於這個也沒辦法用 他們就想說 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還有這個V-4坦克也是一樣 他們就說他們買了之後 發現它的炮火的穩定度 我們之前不是說嗎 發射炮了之後 它的穩定度都沒辦法 這個炮管還會搖晃 他們發現問題實在太多 現在的巴基產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難怪巴基產跟中國現在的關係 越來越糟糕了 對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就講 全世界這個無人機 產量第一名是哪 中國不是嗎 中國 對 所以中國前幾年的時候 他們就說 賣了這個彩虹4B的這個無人機 還有翼龍2的這個飛機 往外賣 就賣到什麼地方去呢 因為很多國家都會跟它買 像伊拉克就跟它買 伊拉克就買了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 彩虹4B的這個無人機 就買了之後 他們運行8個 運行沒多久的時候 8架就在幾年之內 就完全墜毀了 我買了20架 對 8架墜毀 對 那另外包括阿爾吉利亞也是一樣 大家都說不行啊 這個 大家都說你怎麼辦 它有什麼土庫曼 大家都買了非常多 奈吉利亞 現在最尷尬的是什麼 他們現在都完全 不買中國的 他們就買土耳其的 改買土耳其 對 土耳其的這個TB-2的這個無人機 所以我的火箭單 完全輸給了南海 我在無人機上面 全部輸給了土耳其 對 所以事實上現在都尷尬到什麼程度 還有韓國也是賣了非常多的無人機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除了這個之外 那美國目前為止 次戰率不是已經來到這個42%嗎 對 為什麼這麼高呢 因為事實上現在大家發現 都說你美國的武器實在太厲害了 因為俄乌戰場上那個對比太明顯了 對 好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畫面呢 事實上這個畫面你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無人的潛艦 類似一個小艇 那上面 欸 保傑那仔細看喔 它上面居然搭了兩個飛彈 這兩個飛彈是什麼呢 這兩個飛彈是R73的這個空對空的飛彈 原本是站在飛機上面的 就美國把它魔改 魔改在什麼 連無人潛艦都可以 無人的艦艇都可以搭載這個空對空的飛彈 它要做什麼 它原本這台這個所謂潛艇 這個潛艦呢 是要到黑海上面來做 去攻擊俄羅斯的這個空海艦隊 黑海艦隊 結果沒想到被俄羅斯的這個 他們的執政機發現 你看執政機在那邊開火 要阻止你啊 阻止你啊 後來把它打掉 打掉的時候發現它還有一顆飛彈 可是另外一顆飛彈呢 不見了 就是它已經發射出去 已經打到他們的目標了嘛 這告訴你說 他們就 原來目前為止 在很多俄羅斯戰場上面 烏俄戰場上面來說 美國把很多 原本空軌通的飛彈 把它放在這個 這個潛艦上面 但是它在上面這個無人體的畫面 對 放在潛艦上面 你看各式各樣的武器 給它魔改的一個情形 所以它事實上 這就是 目前為止 為什麼美國的武器 受到大家的歡迎 他們可以改來改去 各式各樣的狀況嗎 我們昨天講說它現在已經把F-16 變成了AI來操控 已經把F-16變成了無人機 現在這個無人機 剛剛講的 我現在在無人體上面 我可以放飛彈 甚至更可怕的是 我現在 連海馬式 都可以用無人操控了 對 那我們就講吧 海馬式是一個非常重要 包括說像美國 未來的冰海作戰團的話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 他們就 下飛 這個所謂冰海作戰團 下到這個平面上面 就把海馬式多塊火箭 丟在這個地方 事實上現在美國在測試什麼呢 寶傑你看 這是過去傳統的這個 多管火箭 但你看這一次的 這個海馬式的多管火箭 不一樣 你看差在哪裡嗎 差在前面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 人員管理的這個地方 沒有了 也就是說 沒有坐艙了 這是個無人式的海馬式 雖然現在美國在測試 這個 美國在測試是什麼 就是把它丟在 這個美國的 這個亞利桑那的 這個測試場上面來說 你看 他們拍過運輸 運輸機送到這個地方之後 讓它在這個地方 這個直接發射 看能不能夠精準的 打到我們的目標 對 所以也就是說 未來的美國的作戰的過程 裡面來說 可能就會 這個所謂 西遙山洞的這個運輸機 送到這個海馬式來了之後 現在是有人的 未來可能就改成 無人的 無人的就在這個地方 不斷的發射 而且我也沒有人員受傷的 這個可能性 所以它事實上 而且最後呢 假設射完之後 這個戰場清理之後 我還可以來回來把它回收 所以這是美國現在用的 所謂的他們相關的 這個作戰的這個方法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美國的 濱海作戰談 也在這次美飛軍院裡面看到說 它的西遙山洞降下來 降下來以後海馬是出來 海馬是出來以後 我把這個所謂的火箭的 就射完了以後 我再回到西遙山洞 如果我是無人的話 那更可怕了 我的西遙山洞一降落 降落完了以後 我的這個海馬是無人的 這個就下來 下來以後 我的西遙山洞馬上可以離開 更安全 你更抓不到我 而且未來西遙山洞 也可能是無人化 所以整個都是無人化的一個過程 最重要是讓美國 這一次他們在這個 亞米島這個地方 就有演練過這樣一個狀況 他距離台灣只有 這個140億公里 所以你看他演練的目的 到底是for what 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吧 所以你知道的是 為什麼美國的這個 軍武的這個試戰率 會節節攀升 我剛才跟你講到 美國這些 你看他們的魔感 然後在俄乎戰場上面的表現 相對於中國在各個國家 在泰國阿根廷 然後在沙烏地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然後在巴基斯戰 都到處踢到鐵板 你就知道說 到底解放軍的武器 能不能夠戰呢 其實是告訴你非常清楚了 好 剛剛講的 現在烏克蘭進行大反攻 但反攻我們剛剛講的 以前的 烏克蘭的裝備還是雜牌軍 有的時候是二次裝備 有的時候是美式裝備 然後混混雜雜的 就沒講到 這次一反攻以後 從上到下 從裡到外 單兵所有的裝備 包括我的坦克 全部都是什麼 挑戰者2號 鮑2 海馬斯 全部都是美式裝備 北約裝備 可怕在於說 當這個北約的裝備 一出來了以後 俄式裝備 完全不是對手 所以看到 雖然沒有到 垂枯拉朽 可是真的是 一個村莊 一個村莊 一個地點 一個地點的 都被烏克蘭奪回去了 而且目前烏克蘭 全現在往前 推進的這個過程裡面 用這個 歐洲跟美國的這個裝備 打的俄羅斯裝備 根本是完全抬不起頭 那到6月12號 是俄羅斯的國慶日 這一天照理說 應該普丁要出來講 結果沒想到 他現在只能夠呼籲什麼 大家要團結 因為沒有 沒補了 因為前線一直不斷地潰敗 現在整個俄羅斯 是已經處在一個 艱困的時刻 這麼驕傲的普丁 他居然承認 俄羅斯現在是艱困時刻 為什麼他艱困 我們先來從地圖來看 第一個 我們之前不是講 烏母前烏克蘭 是四面推進 一個在烏東巴赫姆 這個地方 往前推進 另外在烏南這個雜波羅這邊 往前推進 在烏東跟烏南 我們前幾天講四個村莊 現在已經奪為七個村莊 好再來就是 中間這一條路來說的話 要往這個馬力波 打過去這一條路 目前為止已經 往前又推進了 大概1.5公里左右的這個速度 所以這樣目前 持續的再往前快速的這個推進 那你跟我們講 在比爾戈羅德之間 叛軍一直不斷地 騷擾你的一個狀況 那另外一個 還有辦法 目前為止在這個 目前為止在這個 赫爾松 這個地方 水慢慢推去 這個部分 也要開始進行 這個反攻 所以目前是全線的 在對俄羅斯行進一個施壓 市長你以前講 現在烏東 他已經經營非常久了 已經對抗非常久了 所以俄羅斯在這邊 他不是一道防線 他是一層一層一層的防線 結果這一層一層的防線 抵擋不了烏克蘭 目前完全沒有辦法 你看這個 目前哲論實際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現在要再前進 這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現在目前為止 烏克蘭要把握現在最好的 反攻的黃金時間 我說為什麼是黃金時間 現在外在因素來說 俄羅斯 歐洲都很怕什麼 油價大漲 天然氣大漲 最近大跌 所以現在歐洲 有事無恐 我可以全力幫你 如果再打下去 油價不會上漲 對歐洲來講 他已經不怕這個困擾 沒有能源問題了 所以你看烏克蘭現在講得越來越大聲 烏軍反攻的最終目標 要奪回所有的烏克蘭土地 包括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都要拿回去 對 那普丁怎麼辦 沒辦法 所以普丁只能說 我們大家團結吧 難怪是艱困時刻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俄羅斯的叛逃軍官都說 我們目前整體的士氣 非常非常的低落 為什麼非常低落 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 因為你目前為止 你俄羅斯的裝備 T80M的坦克 T90坦克 寶姐 面對到爆2 挑戰者2 完全不是對手 所以他們現在 操作 明明就是我們最頂尖的武器 被你打好完的 另外還有什麼 我們這個俄羅斯 非常以你為要的薩姆400 薩姆400的話 中國這一次也是很仔細 在看你薩姆400 表現怎麼樣 因為俄羅斯 中國之前 下了這個900億台幣的訂單 900億 一套薩姆400 折合中國買 買了5億美金左右的一個狀況 結果沒想到 他們這幾天看到一個畫面 完全傻眼 這個薩姆400 不但攔不到你 海馬士打出來的飛彈不說 你知道 因為已經在旁邊先爆炸之後 結果這台薩姆400 被旁邊的這個爆炸 震波波及之後 整個垮掉了 整個壞掉 壞掉之後 老闆先生 為什麼傻眼 那一顆海馬士的飛彈 只有500萬美金 你這一台要5億 結果500萬美金 就把你無意幹掉了 所以你知道 對中國來說 對俄羅斯來說 俄羅斯這一 為什麼普丁真的很尷尬 我最好的精銳武器 全部在烏東戰場 被烏南戰場被打的 完全是馬面全倒會 那對中國來說 我未來的 我買了這個薩姆400 沒有用啊 對俄羅斯來說 我未來的武器 我未來的武器該怎麼賣 所以現在真的是 愁眉苦臉的一個局面 另外就是 俄羅斯在剛開戰的時候講 我們取得很好的戰果 我們做了很多大外宣 現在烏克蘭的鮑爾坦克 被我們一個一個給摧毀 結果第一個講 鮑爾坦克那是假的 那根本就是一個根預計 第二個更誇張的是 的確 鮑爾坦克出現了問題 可是他很誇張 我們看到了 俄羅斯的武器都被開怪 整個坦克被炸開 結果鮑爾坦克被炸 有被炸 就只有履帶壞掉 所以事實上 現在整個俄羅斯的裝備 經過這一場戰爭之後 被證明說 完全是中看不中用 所以烏克蘭越講越大聲說 我們已經收復了七個定居地 對 掌揮的領土 到了90平方公里了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原本在巴赫姆特 前一陣子俄羅斯來說 我們已經全面控制了 結果現在又開始了 烏克蘭往前推進 你看藍色的部分 就是目前為止 烏克蘭重新奪回的這個部分 包括在巴赫姆特 在阿富迪夫卡 包括說馬林卡 這幾個村莊 完全都開始打下了 所以我們這樣 事實上目前烏克蘭 副國安不想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這幾天 收復了七個定居地 掌握的面積 來到了這個90平方公里 公里左右 另外一個這個烏克蘭 在這個東部司令的發言 就是說我們開始持續 對巴赫姆特的這個側翼 發動攻擊 並把俄羅斯軍隊 擊退達700米左右 所以我就講 現在烏東戰場上面來說的話 三面開花 結果目前為止 俄羅斯完全扛不住 開始再往後退 那不是只有在烏南戰場 不是在烏東戰場 我們講烏南戰場也是一樣 這烏南戰場 就是盾內茲克這個地方 我們講下面就是馬力波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 烏克蘭想要往下貫穿到馬力波 所以你看他們有三面的這個藍 藍色的旗子 就是三面的這個進攻的這個狀況 有四面進攻 一個在捨佛琴科 一個叫新馬約西克這個地方 還有新頓內茲克 還有另外一個主力部隊 是沿著河谷往下前進 所以現在等於是你看四面 目前為止 烏克蘭是完全四面在往前推進 我們就是說他往前推進 他這是第35海軍陸戰隊 他們現在開始往前推進 所以我們講烏東戰場 俄羅斯已經輸了 在烏南戰場 盾內茲克這邊 也是全面再往後撤退的一個過程 而且你看 他們現在一個村莊 一個拿出來的村莊 你看他們的裝備 你看他們的事情很可怕 沒錯 這是什麼 他們在收復了這個村莊裡面 開始擺上烏克蘭的國旗 另外就是拍說 我們現在真的來到這個地方巡查 而且確定說這個地方為我們所重新拿下來 這就是目前烏克蘭在做的一個動作 那現在大家最關心是 你從頓內茲克這樣一路下去 會切到馬力坡嗎 如果切到馬力坡 整個烏軍不就被一切為二了嗎 我們剛才不是講嗎 在下面在頓內茲克這個地方 有四面往下打對不對 所以現在真正的主力部隊在這個地方 烏克蘭軍隊沿著這個河谷 這邊有一條河 他們沿著河谷往南快速的貫穿 你看到目前為止來說 這是在目前為止 在上面一個村莊叫大諾羅西爾卡 這個地方來說的話你看 俄羅斯的這個軍隊完全都被開灌 被完全擊敗的一個狀況 對 俄羅斯的軍隊完全在往後撤退的這個狀況 那這個是什麼 這是烏克蘭的這個軍隊 他們這個放的一個畫面是 他們用這個烏克蘭的坦克 向俄羅斯陣地發射了一二五毫米的這個 高炮彈的這個狀況 所以這樣現在所有的畫面都是 目前為止 烏克蘭的軍隊在往前推進 甚至你看 在這個斯托羅洛夫的這個村莊裡面 有很多俄羅斯軍隊在投降的這個畫面 對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 烏克蘭是快速的往這個河谷的方向往前推進 那你知道嗎 這時候俄羅斯要幹什麼事情嗎 因為有河的地方就有水壩 所以他們現在準備要再炸水壩 為什麼要再炸水壩 你看我們剛才講到這個河谷就是這一條河 對 這條河來說話就莫尼卡亞雷的河流 這一條河流 他們往南推進 往南推進的時候 你看 目前為止 我們講上面幾個黃色部分都已經被烏克蘭 重新光復回來 這個水壩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水壩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俄羅斯現在準備了 我要準備把它完全摧毀 這條河流是莫克里亞利河的這個河流 我在這個上游水壩把它炸開 炸掉之後就準備讓你的水淹下去之後 你的軍隊就會比較慢來 而且他剛剛不是講嗎 我現在不是把烏東烏南地區我要奪回來 我現在連克里米亞我都要奪回來 我要奪回克里米亞我就要在黑海進攻 之前董事長一直在講掉了 他會主要在攻擊黑海艦隊 真的打黑海艦隊了 沒有錯 目前為止來說 我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烏克蘭在烏南戰場來說的話 沒有問題 他目前地面是戰優勢 空優來說的話 要等聯軍的F16到 他就可以掌握 另外還有什麼 我要把海面也把它清空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 他開始在突擊什麼 黑海艦隊 他開始往黑海裡面的這個很多 包括說俄羅斯的艦隊開始攻擊 你看這個是黑海的這個六艘 這個烏克蘭的航行的 高速航行的無人艦艇 他開始在襲擊 目前為止來說 俄羅斯的巡查偵察艦 各方面的這個艦 目的在為什麼呢 他們準備把這個水域呢 也把俄羅斯的艦 完全清空之後 我控制了水域 控制了空域之後呢 目前為止我就可以 你說這是俄羅斯的戰艦 對 被烏克蘭的無人戰艦 無人戰艦給炸機會 所以到目前為止來說 海陸軍來說的話 烏克蘭完全戰盡優勢 現在真的對俄羅斯來說 是處在非常不利的一個局面 古典以前是大帝耶 他是沙皇耶 他多麼樣的驕傲 在這場戰爭的時候 他也是在宣傳說 我們可以碾壓這個世界 可不可以講 他現在講 這是我們的艱難時刻 對 除了講艱難時刻 他身體也表現出來 這是普丁跟這個所謂的 邵伊古 兩個同時出現 你有沒有注意 普丁從頭到尾 就不看邵伊古 而且什麼 我就背對著你 我正眼都不看著你 對 其實這個案子一發生的時候 大陸人說呢 現在俄羅斯來打烏克蘭 應該是得定兩光 應該三個月 最多六個月 就把烏克蘭給弄起來了 現在打了十五個月 還打不完 而且呢 而且要輸了 對 而且是節節敗退 所以他燒一股兩個人 以前呢 八滴八滴 以前站出來的時候呢 那感覺好像就是你自己 心腹自己的核心 這個畫面是在哪裡 我們跟大家講 因為現在呢 其實兵員已經不夠了 而且甚至已經開始有人 在叛逃的情況之下呢 他到了醫院 然後到醫院的時候 跟誰座談 很多受傷的士兵座談 告訴他們說 跟傷兵座談 對 告訴他們說 你們要再回來 我們授予你榮譽獎章 我們給你加薪 要希望他們可以來 再重新回到戰場上面 那這個東西 在授接的過程當中呢 你可以看到 看一眼邵逸谷 然後呢 轉身背對他 其實大家要講 從頭到尾背對他 你看邵逸谷的表情 多麼尷尬 對 表示說 其實西方有這些行為 行為的肢體學院的專家來看 他說其實兩個 應該已經很久沒有講話了 好 那另外就是這樣 其實你在所有的戰事裡面 你發現這個戰事 開始反轉 開始出現不利的狀況 你就看有一個部隊出來了 都戰隊 對 都戰隊什麼 你開始有部隊要撤退 你部隊要逃亡 我們講就像以前 中國的大刀隊一樣 我就把你宰了 現在這個畫面就出來了 現在真的出現了俄羅斯的士兵想要逃亡 當這個俄羅斯的士兵想要逃亡 當這個俄羅斯的士兵想要逃亡的時候 都戰隊就出來了 好 我們先來講 其實之前戰況不好的時候 普丁就講過一句話 我們一寸土地都不會 都不會讓 那時候西方媒體還笑著說 你們現在已經解決辦法 怎麼辦呢 普丁說他們有自己的辦法 沒想到這辦法 竟然是自己人 殺自己人的督戰隊啊 這是一個戰鬥 戰鬥的話 有七名的俄羅斯士兵 發現前面打不贏 烏克蘭的一個 的裝甲坦克 往後逃 逃的情況之下 從樹林裡面 跑出來三個人 你看到一開始 這七個人其實想要撤退了 但是樹林上方的樹林 跑出三個人 這三個人是直接拿著長槍 拿著機槍來掃射 掃射的過程當中 大家覺得奇怪 烏克蘭不是在後方嗎 怎麼有 其實你把它放大開看 這個是俄羅斯他們自己的人 都不是俄羅斯 所以他們現在等於說 你在戰線後面的第一排 其實他們有一個督戰隊 督戰隊就是拿著槍的 只要你敢逃離戰場 只要你敢往後退 沒有第二句話 就直接被打死 這畫面其實令人很震驚 為什麼呢 七名的俄羅斯士兵 就這樣的畫面 一個一個倒下去 對這個東西來講 是第一次有 第一次有影像曝光 原來 之前普丁講的 一寸都不讓 是真的 而且督戰隊來打擊自己的 俄羅斯的一個士兵 殺自己人的話 情況 這個東西其實對他們的士氣來講 打擊非常的大 好那另外 現在在逃亡的 只有俄羅斯的士兵嗎 沒有 現在在俄羅斯的邊界 也出現了大逃亡潮 我們今天講到 在比爾格羅德 這個本來非常重要的 俄烏之間的一個邊境 俄羅斯烏克蘭所控制 其實我們想講 之前不是講 在比爾格羅德很多的城鎮 出現大爆炸嗎 大爆炸的時候 俄羅斯的政府 俄羅斯的軍隊 竟然沒有辦法保護他們 在沒有辦法保護他們的狀況下 這些你看到 這些人 就在比爾格羅德這些人 扶老邪幼的 全部要跑了 我們先來講 貝爾格羅德 他的重要的一個位置 貝爾格羅德 也沒有什麼好講的 他就是在俄羅斯自己的境內 所以當初打仗的時候 其實這些人 他們很多的親戚朋友 就在烏克蘭 所以他們是往來很 很頻繁的一個情況 現在來講的話 現在包括自由軍團 包括其他的一個 反抗軍團已經進到裡面 進到裡面的話 俄羅斯也說了 他們可以瞬間的把這清扯 但是沒有把他們給掃蕩 現在來講的話 貝爾格羅德 他們的一些國防的大樓 甚至這些大樓都被炸到 炸到的情況之下 他們就想要逃走 可是他們說 現在俄羅斯撤罪他們的方式 給你們一組假電話 因為這組電話 假電話 你打電話過去的時候 他就要告訴你說 你到哪個地方 然後有這個火車 或是另外一個地方 有這個地方 來接引把你接去 可是打這個電話進去的時候 他們說 空號 對 空號 接不通的 所以他們現在就一直來抱怨說 他已經被吹上天 而且中間有一個最厲害的武器 叫做薩姆斯拜 當時還被譽為說 是全世界最好的防禦的武器 而且這個薩姆斯拜 可以抵禦任何飛彈的攻擊 可沒有想到 這次在俄羅斯戰場上使用了以後 太可怕了 他完全擋不了 第一個 你擋不了無人機 第二個 你連海馬式火箭彈 在你的旁邊爆炸 你都不知道 現在這一次的烏克蘭的這個裝備 用到北約裝備以後 它有一個特性 它的特性是什麼東西 它有好幾層的空中的情報 跟搜索的這個偵查的能力 對 那這個能力是目前俄羅斯不具備的 因為俄羅斯的整個間諜衛星 目前我記得我的印象中 好像只有五到五巨星的武器 對 它還要跟中國借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你就知道 它有衛星 然後有偵查機 有無人機 然後再加上海馬式的雷達 對不對 然後這個整個搜索系統是非常完 它是整個數據鏈非常完整的 那當你現在看到一個 只是一個單個的一個防空 一個防空飛彈的話 那它有什麼意義 當你防空飛彈一打開的時候 智慧會變怎麼樣 你被暴露你的目標了 你的電波 你的無線電波 馬上就被人家鎖定了 對 在鎖定的情況之下 那一定沒有問題了 一定被幹掉了 所以這個已經 沒有什麼好爭論的 也就是說 在科技 在這個 這部分完全是已經是 它屬下風了 我要講另外一個 它不但是海馬式 它包括連M777榴彈炮 對 那榴彈炮的精準度 都是能夠射後 馬上快速射擊 快速轉移陣地 對 為什麼 它不要再去調整炮位了 你知道嗎 方位 什麼都不要看了 就是它就是 GPS一鎖定 對 立刻就開始射擊 然後它的 它的這個射擊的 快速移動能力已經超強 而且它那個雷達鎖定能力 也比過去的一般的 傳統的這個 所謂的俄羅斯的這個 這個防炮的力量 要精準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這完全是不同世代的 所以我們講 點線面 你俄羅斯再怎麼強 點你可能是世界第一 可以打到了線 打到了面 就不是北約的對手了 所以說為什麼它這個 這個烏克蘭這一次 而且烏克蘭現在 還做了一個新的處理 他們除了這個 這個跟著北約聯手以外 又還有一個就是Starlink 他們跟Starlink完全連結 因為跟Starlink連結的情況之下 換言之講它就不要依靠美軍的 當然也是美軍 對 也是美軍的軍規的Starlink 訊號 那個Starlink就比原來的 它的高空的那種 間諜衛星的話 彈性更大 所以你說 彈性更大然後跟無人機連結 對 對不對 所以它那個鎖定跟轟炸 跟轟炸力量是不是更強 而且它現在已經到什麼程度 我剛剛講的 已經不是在講海馬式了 就光榴彈炮本身 拐拐拐 對 拐拐拐的 這個榴彈炮本身的這個射擊的炮彈 所謂的帶有這種 這種飛行能力的炮彈 制導能力的炮彈 都已經比以前要增加了很多 所以這兩箱之下的這個精準比率 完全差很多 最終不是薩普400對抗了海馬式 是兩個不同的規格的戰爭 不一樣 因為它那個整個世界 變成一個整個北約 所以把這個整個烏克蘭戰場 搞得更立體化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俄羅斯只有靠量來起勝 對 在大量的兵力 跟大量的火力 跟過飽額的大量的攻擊 來用整個全面性的覆蓋 這個是俄羅斯老套 對 而且還是用這一套 還是用這一套 所以你看到烏克蘭的作戰方式 它分成好幾個戰場 它現在整個突破點 目前公布的是四到五個突破點 對不對 但是真正是總共 它這個叫做火力偵查 它一進去的時候 一進去 它是帶了一個很強的兵力去做偵查 那我們就說 它現在是兼兵階段而已 對 然後一開始如果成功的話 發現這個是它的軟肋的地方的話 它後面的 軍團就進來了 就有大兵力的 有預備隊會丟下來 就會有突破的可能性 所以它現在目前是整個的兵力 這整個戰線目前八百多公里 它八百多公里是很大很長一個戰線 你要怎麼樣的這個大覆蓋 怎麼守 你就是變成你的空中的雷達的偵查能力 變得非常重要 對 所以這個部分完全是北約提供了烏克蘭 整個空中偵查能力 所以它現在在什麼階段 大家都不要誤會 目前不是在進攻 它還在一邊偵查 一邊在攻擊 找到它那個弱點的地方的時候 它就開始做一個大量的突破 所以目前在這個階段 最真到底打哪裡 最後決定是哪一個作戰點 目前其實還是不明確的 好 會者 現在中國跟俄羅斯感覺上 有點像難兄難弟 之前俄羅斯的媒體還講 現在中國人民跟人民解放區 能不能幫我們 現在中國可能是真難報 因為媒體想講 中國竟然進到了一個大還債的時代 對 這個應該第一件事情是 中國現在債務的問題 真的是比美國還要嚴重 他們現在統計出來 它光是非金融信貸的總額 就高達44.9兆美元 那他們整個中國的債務佔GDP的比例 現在已經來到百分之兩百九十五 那美國之前不是說 什麼政府因為缺錢 債務很高要關門 美國也才兩百五十七 百分之兩百五十七 換句話說現在中國的債務問題 可以說是從中國的中央到地方政府 甚至到個人全面都已經進入一個大債 而且現在要大還債的一個時代 他其中有講到一個重點 他說因為現在很多的中國人 他擔心說我現在有工作 我可能明年都沒有工作 所以他做什麼事你知道嗎 他開始瘋狂的還房貸 他把所有身上的錢有現金的話 他趕快還掉 所以他們現在不消費 然後也不願意舉債 趕快把存款 把債務還掉 對 還掉 或者是說想盡辦法把錢留下來 那光是第二件事情 我們都知道經濟發展很重要的 其實就是要建設 不管是你的地方政府或是中央政府 代表進行一個基礎建設 或者是你的企業 民間企業必須要投資 火車頭 你知道他們說現在中國 他們民間企業的投資 今年前四個月 竟然只有連一趴都不到 所以就變成全面熄火 所以他們就說 一趴都不到 民間投資現在一趴都不到 沒有投資我未來怎麼收獲 對 所以他現在就講說 為什麼會進入到大還債時代 會造成未來的一個經濟的問題 就變成是中國的經濟現在火車頭 全面熄火 那他的大還債到底有多嚴重呢 我們看到 紐約時報還做了一個專題的報導 專題報導他居然選擇了 一個我們沒有想到的地方 就是河南商丘 河南商丘 原來河南商丘這幾年 他建了全世界最大最好的機場 他蓋了一個非常富麗堂皇的高鐵 他甚至也做了很多漂亮的高速公路 這麼大的基礎建設 結果他現在窮到什麼程度 窮到連公車司機的薪水都發不出來 你有機場 你有高鐵 你有高速公路 就你最簡單最基礎的公車 你不能運作了 可以說是完全是貴州的載板 完全發展的情況跟貴州一模一樣 這個商丘市面積大概是跟美國的 一個肯塔基州一樣 差不多大的一個地方 他甚至規劃未來的二十年 他有龐大的鐵路 公路和內運河 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交通樞紐 那預計呢在二零二零年 其實就兩年強 他已經完成高鐵一百一十四公里 還有多條鐵路在上丘這邊進行交匯 他們已經預估你知道嗎 二零二五年他要怎麼樣 他高速公路的一個覆蓋率 要高達百分之87% 真是嚇死人 然後真的很荒謬的一件事情是 他就說即使是這樣子 而且也其實沒有太大的一個商業活動 在這邊進行 又看了半天都沒有人 都沒有人 你知道嗎 他從高鐵站前面幾乎完全沒有人進行 你現在看他的非常的高速公路 你有沒有車子 沒有車子 都沒有車子 高鐵也沒人 高鐵站前面跟裡面都沒有人 結果你的高速公路上就完全沒有車子 他還有非常多的地方 包括一個就是要規劃成他那個機場的地方 現在還是一片的空地 現在看到畫面 就是未來的一個規劃的一個航空城 他還有東方航空市 他還有航空城 對 所以你就覺得非常荒謬 你起到這樣問題是 你就沒人了 你從頭到尾都沒有這樣的需求 那你到底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他地方政府真的已經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狀況 31個省級政府全面都是赤字 商丘還用過超過三分之一的稅收 你知道他還來幹嘛嗎 他來還債的利息 還不是債的本身是債的利息 所以現在情況是他們真的舉債過高 現在連百姓日常生活要仰賴的這些公車 仰賴的這些日常生活的運動 都已經沒有辦法維持下去了 而且我覺得現在中國最可怕的是 房地產一直他的火車頭 現在這個房地產跌到 他們做了一個統計 有100個城鎮的房價是全面下跌 對 這100個城鎮沒有看到 全部只是跌幅的不同意 全部都是一面下跌 北上廣一大堆全部下跌 北上廣都跌了 而且你知道嗎 他說這是歷史首次 100個城市的房價全部下跌 那我們之前已經有講過 講過在北京 連北京這種天子腳下的賣房 都一下子一夜之間大打折 降了20萬元 然後就是高達了幾十二萬套的房子 全部都是要出售 結果更荒謬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現在杭州 我們都知道其實杭州是 相對來講非常富裕的城市 我們以前去杭州的時候 財商帶我們去的時候 那吃一半半兩萬塊 我還以為是台幣 你拍誰人民幣 所以那個老闆直接告訴我說 我現在在中國這邊請人吃飯 我都不知道 不記得我到底是請人民幣還是台幣 因為一頓晚餐兩萬塊人民幣 真的也是實在是太誇張 結果沒想到現在杭州出現什麼狀況 杭州房子也滯銷 他為了要賣房子還要送黃金 他說你只要來買我房子 或者是你來預約開房的話 我送你一公斤的黃金 相當於台幣也是破百萬 顯見現在中國房地產的火之頭也是熄火了 好 宇軒 另外一個我覺得非常荒謬是 導演我們看這個照片 這個照片是中越邊際 這在雲南跟越南邊際 弄了這樣的鐵絲網上面還通電 這個通電是幹嘛 本來是防止越南人越過邊界 跑到中國去找工作 就是我要防止越南的黑空 結果沒有想到現在反過來了 現在這個鐵絲網 防止雲南人 跑到越南去 所以寶傑跟何其諷刺 這有一句成語形容 包括我們剛才講到欠債問題 叫人去樓空 樓也空了 現在人也要跑了 那看不懂 現在大陸搞了演出一出 叫什麼 全員逃跑中 我們怎麼講 全員逃跑中 對 全員逃跑中 真的是全員逃跑中 來 我們從雲南這個地方來講起 奇怪 你說雲南跟越南 怎麼講越南都是第三世界國家 怎麼會想也想不到說 都只有越南去偷渡別人分 怎麼會是變成中國人 現在改了 反轉過來 是中國人要跑到越南去 好 我們就看現在看第一隻畫面 第一隻畫面多好笑 他地點在中越立江的邊境 那這個邊境很長 總共是五百公里 你說這五百公里做什麼 做什麼 防止的 原本大家以為說 大家看 就是這個畫面 來 你看喔 他們先是一個男的 奮力 極變 那個鐵絲網 是有倒溝的 對 他整個人經過社會 整個血肉模糊 整個血肉破綻開來 就沒辦法 他還是堅決要過去 然後另外一個女子 你看 那是女的耶 對 卡在辦公中 就是急忙跑過去 來 我們大家先看這畫面 我們不講 是不是越南人 要偷渡到中國去 錯了 是雲南邊際的人 要跑到越南去 各位可以想像這個畫面嗎 左邊是雲南 右邊是越南 對 好 那你說這個只是 LV1而已喔 我們待會兒講到更誇張 LV1只是這種鐵絲網 大家想說 看起來像 越獄風雲 這個全淘寶中 沒關係 隨便你講 但更離譜的來 看到就是第二畫面 第二畫面 這可不簡單的 他待會兒還會給你看到 其實你以為這只是高牆 是鐵絲網嗎 錯了 他這個同樣也是在雲南 越南邊境 但他還有天眼系統 什麼叫天眼系統 你如果想要跑過來 我會用AI人孔辨識 知道你是誰 你說等等 如果說是越南人 AI辨識系統有用嗎 對不對 這是不是邏輯上的一個盲點 對 你越南人你哪來他的資料庫 他沒有資料 所以顯然他要仿是誰 仿中國 他就仿是中國人 他就仿是中國人 如果有人要跑到越南去 我們要趕緊把他抓起來 更可惡是什麼 他上面還通高壓電 他剛剛那支影片 他還有什麼樣 他有一根電線桿 就這樣直聽聽的 直接連接著那個鐵絲網 所以你想要越過去 不好意思 AI人臉辨識 天眼系統 外加高壓電 就是不讓你中國人跑過處 但中國人還愛面子 官方總不能承認說 我們的人不動往外流吧 所以他怎麼講 他說這個叫做 邊境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要管控 還說 我們這是要防止這個相關越南來 然後越南這些部長說 你這個東西不只是 會電到你自己中國人 還會發生一個狀況 我們的這些農畜牧 這些羊啊 豬啊 馬 我們就是怕被你電到 所以你想說奇怪 越南人這麼好心 還特別放中華 不不不不 是他這個邊境管制 已經影響到越南人自己本身了嘛 不適限 我是張道合 終於到終關鍵時刻 週六週日 決戰關鍵 等你來上線